以中式的水墨和西方油画 让观众能够感受中西河壁的艺术创作 后行色流变绘画展 以中式水墨与西方油画贯穿整场 让观者感受中西河壁的和谐感 这一次的那个展览它里面 这八位里面呢 刚好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一个创作者 就是说一美材来分的话 有东方美材跟西方美材 那我想这一部分是那个 现代化学会里面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这里面来讲 它不会有很大那种同质性 就是说在美材上 不会有很大的那种同质性 但是有一点比较 我觉得比较可贵就是说 在一些观念上面 它确实有它的一个同质性 就是大家所追求这种 绘画的一种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事实上东方的那个水墨 在我们60年代的时候 它所谈到一个现代水墨这个部分 也是有受到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思潮的影响 所以才现在水墨 现在水墨兴起之后 一直到现在也产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质变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 很多的这样一个水墨的一个创作 走向一个所谓的跨媒界 复合美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它这里面也不再谈所谓的笔墨这样一个东西了 所以在我这个策展里面 这个字墨跟色两个合在一起 这个字里面 就是隐含了有这两个层面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那决定好这样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想法之后 那再来就找了几位的那个艺术家来呈现 那所以我大概就找了两种不同的媒材 各四位的一个创作者 来呈现这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 蔡文丁结合八位艺术家 将各具特色的水墨与油画混合多元媒材 呈现出震撼的视觉享受 后行社流编绘画展展览从即日起至3月31日子 在高院科技大学艺文中心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普高雄采访报导